警方留意到,在網上社交媒體上一直有人針對警務人員和他們的親友的惡意起底和網上欺凌的行為 現在已經演變成針對一些小朋友,甚至包括就讀在幼稚園的一些小朋友的一些惡意的行為 當中包括伏擊、臨友等惡意人生攻擊的行為 警方嚴厲譴責這種不負責任,毫無到得底線的行為 我們必然會嚴肅跟進每一個案件 由6月到現在,警方經過主動調查和同事的報告 共發現了1,662名警務人員和他們的親友的資料被不當公開 我們看到有人在網上煽動其他人進行一些違法的行為 包括刑事恐嚇,惡意滋擾警務人員和他們的家人 甚至非法使用他們的個人資料申請網上借貸等等 在昨天,警方收到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轉介的608個案件 而當中包括除了警務人員之外,有市民被惡意起底的個案 而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科都已經接手了調查 必定會嚴肅跟進每一個案件 警方重申,互聯網世界並不是一個無法可依的世界 根據香港法例,大部分針對現實世界 用來防止罪案的法例都適用互聯網世界 因此,有請快到達到市民了 並且社會從案件中、民民的兵器 並且從事給互聯網世界 出會